在今年省两会上 教育依然是备受关注的热点 广州广播电视台谭校友红儒栏目 邀请到教育界人士上线 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展开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要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省人大代表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姚迅琦 关注如何在确保公平受教育权 以及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前提下 做好相关制度设计 培养更多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拔尖创新人才 教育行政部门 他们要进一步地去研究 这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些路径 特别是在中考高考的选拔制度当中 怎么样实现多元评价 多元录取 而不是靠现在的这个总分作为唯一的一个录取的路径 广东实验中学校长全汉炎认为 不应该将英才师教和教育公平对立起来 我们一定要强调人是有差异的 有一些人在擅长这方面 有一些人擅长那方面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公平就是英才师教 就是我们怎么把这种有限的资源 合理的科学的分配 今年省两会上 来自教育界的政协委员还围绕考试制度改革 职业教育发展 学前教育管理等方面 提交了提案或建议 为建设广东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 会就育人新图景奉献力量 我今年的提案是希望把这个教育行政执法队伍建立起来 把整个终身教育的执法问题都管起来 现在按照双检的要求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呢 也仅仅是负责义务教育 还有这个幼儿园教育的 这个我们认为是不够的 这次我正学上面会提一个有关高校食堂控研的提案 关于这个控研的跟进监管上面难于到位 有关控研的这么一些教学示范的一些资料缺乏 本期谈校友红儒将于1月14号晚上在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与新闻频道播出 1月15号晚上南国都市频道重播